一名西苏拉威西省一处偏远村落,一名25岁农民阿克巴尔,于26日晚上,到自家中旅游工作后就失踪未归, 最终发现,男子惨遭巨蟒吞噬,惨不忍睹啊,男子死得太惨了,而这只蛇腹肿胀的大蟒蛇,就是杀人凶手,东网报道,阿克巴尔于周日失踪后,担心其安全的友人,集结众多村民四处寻找,后来于周一晚上10时左右,在阿克巴尔的工作地点,发现一条身长7公尺和约2.4米,蛇腹肿胀的大蟒蛇, 由于忧虑,阿克巴尔已葬身蛇口,有村民用18寸长,和约0.6米的裂刀剖开蛇腹,果然发现一具尸体,虽然尸体面部也难以辨识,但村民根据其身体特质及蛇腹的靴子,确认死者为阿克巴尔,男子惨遭巨蟒吞噬,想想都觉得可怕,一个人外出,遇到一个饥饿的大蟒蛇, 这时想跑也跑不过,就惨被吃了,男子在生前肯定很无助,死得太惨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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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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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